这种方式 你有没有 你有没有哪里不疼的时候 因为我们长了一双肉眼 我们没有长一双核磁共振的眼睛 我们在练习阿康 阿斯坦的真的不是提示的练习 它更多的是一条修行的路 肌疼 那就是脏着脏着脏着的脏 然后呢 特别有体会 我觉得老师就是大家的啦啦队队 拉拉队的 完毅姐你昨天没来 昨天我又被双打了 被双打了 为什么被双打 我看你发的视频 不是特别好吗 对对就是练完之后浑身浑身疼 躺一下 就说明其实是有效果 是有效果 我可能我练习可能太外放了 然后昨天老师跟我说让我往里收 对然后我可能之前的练习确实是 然后胯特别酸 就是两个胯特别酸 然后我觉得哎真的是 就是老师可能之前也跟你说过 就是你要这样这样这样 是可能是听了 但是没听懂 就是不明白身体不明白 我觉得我这两天练习 我突然就明白了 那个应该是 我觉得我以前那个方法 确实不喘不上 而且必须掉下来 我以前盘腿那个方法 就是卡兰达巴盘腿的方法 我知道要往起台 但是我知道台 但是我身体我没明白 就是确实是你得靠膝盖 然后往起台的那个劲儿 嗯 好平衡 如果不台的话 那肯定要掉下来 所以我一直在平上 我一直爬不上 我一直上去就下来 啊你是说你 你你的膝盖的方向 对 往上走 对我 我知道那个膝盖要往上走哈 但是我没有特别的明白 就是为什么要往上走 嗯 原来他是长平衡 还有我一直以为是我这不开 就是我还有一阵经常 就是那巴特马桑拿 嗯 盘住之后趴的底下还压腿 我那会有一阵还老压那个 我说是不是应该 我自己跨不开 然后盘不上啊 嗯 可是不是 我压了半天还是盘不上 就是压了半天还是没有 盘不上 这样子 然后我就就是哎 一次我老师跟我一说 我就明白了 我就知道 嗯 太好了 然后那个 然后我把他周五的课也买了 所以明天 然后我想哎呀不行 这一礼拜练一回不行 我不行 对 对上演吧 嗯 嗯 老师太好了 老师太厉害了 我也是开始的时候是 呃他只有周五 呃他开始很长一段时间就周五 然后就是每周五 后来我一看老师增加增加了周三 然后我马上就赶紧周三也开始练习 嗯 哎呦我把周五也排上了 我这回我我排了 我排了把二月份周五都排上了 然后我看看 哎呀 其实有时候自己就瞎担心 你知道吗 以前还老担心就是 因为我周三和周五上午有课 嗯 老怕那个练习和我那个课 就是太紧张了 刚练完然后就上课 嗯 老怕我练习时间不够充分 其实早点起啊 老下担心 其实其实 哈哈哈哈 我这两次就是按照上课那个时间来 而且我那个我那个练习没有那么长 我我一个半小时 嗯 半小时能搞定 我这次这两次都七点多一点就结束了 所以其实练完还有时间休息 嗯 嗯 挺好的 太好了 开心 明天见 太好了 哈哈哈 然后然后今天我们聊那个那个啊 就是呃 痛苦受伤这个话题 啊 哈哈 这个我觉得这个话题是所有人不管是你是初学者还是你是一个有经验的习练者 这是一个永恒的话题就没没有所有的人都要面对的一个问题而且永远都会对 对一直都在就是刚开始练习的时候不还是你到练到后边的高级的同学他都有这个问题 没错 哈哈哈哈 对 王燕姐你受过伤吗练习的时候 就是在 你 萱萱我觉得应该换一种方式 你没什么 你有没有哪里不疼的时候 哈哈哈哈 好像没有 所有地方都疼过 对 就是 嗯 整个这么多年 没有一天说我哪都不疼的 没有 哈哈 还真是 这儿好了 然后换地儿那儿疼 那儿好了 然后换地儿这儿 没错 哪怕就是你觉得哇最近的练习开挂了 就是即使是这样的状态也会绝对有一些地方有一些小的地方有一些怎么说呢 义和感 就是 就是那种 哎有点不顺 有点卡住 这些是每天都有的 绝对有 对 对 对 所以所以好多同学就是稍微身体有点不舒服 就哎呀 我是不是怎么怎么着了哈 其实呃 嗯 当然小心点是好 还怕自己受伤 其实大部分绝大部分其实都没事 是因为身体有变化 所以身体有感觉 特别正常 嗯 对 我觉得有一部分就像萱萱说的一样 有一部分的身体打开 是通过一种呃有一点不舒服或者是有一点疼痛的这种感受通过这种感受来告知你身体正在向一个打开的过程呃正在走这个过程但我们也不能就是非常盲目的去判断哦OK我听说我听说这个疼痛是打开的过程那就怎么痛我都要练这样也是不对的所以判断力很重要 嗯对就是你自己要知道疼有两种一种是你是不是受伤了对那种疼还有一种是你身体在打开你现在这个练习强度身体有变化的那种疼这两种疼得自己知道对这个老师其实也是是看不出来的就是你让老师判断老师判断不出来 哈哈哈老师不知道你是怎么弄的哈哈哈是不是对对因为我们因为我们长了一双肉眼我们没有长一双核磁共振的眼睛对把你给扫描一下来我从头看到脚然后把你核磁共振给你拍出来对扫描扫描不出来只能是自己这个就必须得是靠自己的那个感觉 然后你练习的时候其实大部分时候呃除非你是真的动不了就是很严重了哈其实我觉得稍微有一点点感觉不影响你练习可能有些动作你现在做不了像比如最近胯不舒服呀或者是可能最近肩膀有点不舒服像盘腿的动作不要做其实不影响其他动作练习就是呃当然阿汤是不能跳动的 可是你最近比如这个地方不舒服这个动作练习就是可以跳哈也可以简化做对对不要太那个较真嗯对我把在身体某一个阶段呃有不舒服的时候呃把这个体式让过去或者把这个体式作为嗯就是一种遍体的方式去带入整个练习的这种练习方式呃我觉得它是很智慧的 嗯我觉得它是是是有是有弹性的是是有柔软是有柔软性的呃就像水一样水是没有形状的但是它可以成为任何形状我觉得这是有智慧的练习嗯不要较真啊而且也不要听一耳朵就觉得我也是这种情况可能别的同学跟你比如别的同学也是这个腿疼你也是这个腿疼但是别人的疼和你疼可能不一样 对就是你要听别人的耳朵然后啊他是这样的那我也这样不是你要看自己的情况啊对所以嗯我觉得其实呃伤痛呢当然这样说并不是说不负责任就说你一定要去经历伤痛但是有的时候确实事实是这样的就是当我们从来没有经历过伤痛的时候我们其实永远无法去练习呃 判断的判断能力当你从来没有疼过的时候你没有感受过疼痛的时候你也没有机会去判断这个疼痛是是身体将要打开的疼痛还是受伤了的不好的伤痛所以很多时候只有我们经历了 我们才有机会去做出或者是去才有机会去寻求一个判断对对还是你的有练习的经验你得通过时间自己总结 对对对就很多时候其实我们习练者大部分分为两两种习练者呃在中间的那种非常平衡的习练者呃我真的见的不多嗯啊两种平两种习练者中间的平衡的习练者不太多但是呢呃这个就是靠向两边的习练者多一边是非常害怕自己受伤自我保护意识过强 就是呃很难去尝识很难去突破自己的舒适区很难走出自己的舒适区去尝试一些新的东西然后这是这是一种另外一种的习练者就是呃觉得我要练习我要突破自己然后呢走出舒适区太多了然后一次性给自己的挑战太多了 所以我见的这两种这两种的就是习练者比较多反而在中间就是平衡的习练者并不是很多嗯要稍微稍微尝试一点但是不能太过对对对所以这个时候老师的存在就尤其重要因为因为他本人是不知道自己 是哪一种类型对他觉得自己是平衡的他觉得自己是是在这个中庸的路上走着的所以他才这样做他认为那是OK的所以他才那样做但是呢从一个客观或者是从一个呃站出来的一个能看到全体能看到整体的一个视觉来看呢也许他并没有中庸并没有平衡 那这个存在只有老师能够看到对我现在对老师老师是你的第三只眼睛了哈哈他盯着然后我现在就是因为大部分的其实瑜伽馆也有课现在但是因为有这个疫情哈然后我大部分的工作都转到网上就是在在线上课嗯特别有体会我觉得老师就是大家的啦啦队队长 哈哈哈哈拉拉队的给大家加油了你不行的时候老师给你打气给你指导让你怎么做然后呢你气馁的时候老师给你加油我觉得我就像个啦啦队的哈哈是的但其实这个是特别重要的因为像我们在练习阿汤阿什汤的真的不是体式的练习他更多的是一条修行的路其实更多的是一个非常辛苦的那种通向灵性层面的修行 然后在这样的路上其实大部分的大部分的人是很孤独的特别是一开始我们不够强壮的时候我们真的需要周围的一种支持对所以需要个组织需要小伙伴大家在一起对然后你需要就是你需要被认可嗯然后也需要被就是自己当自己比较下沉的时候也需要被拖起来被包裹被被认可 然后嗯就是我觉得这个真的很重要对就是自己一个人的练习和大家在一起的练习特别不一样还有就是自己一个人练习和有老师的练习也特别不一样嗯要一个精神寄托就是老老师在后边支撑你其实很多时候不是自己做不了或者不是自己哎呀我行不行啊我行不行啊就是接你下来但是你有队友和你有老师的时候呢给你一个心心哎你就能做了特别奇怪 对对对就是我觉得这个信念呀真的很重要嗯就是我我之前看Kino老师他自己在嗯就是在Masso练习的时候他在自己的一个纪录片里面说了一句话说了一段话他说有一段时间他的肩膀还是哪里有特别特别严重的疼痛然后那个疼痛持续了很久然后他比如说在他在美国练习的时候那个疼痛 就是很严重就是很严重但是呢他到印度去只要他在那个呃嗯只要他在那个老师的教室里边他在咕噜记的教室里边只要咕噜记在哪儿那个疼痛就没有了他说特别特别的神奇嗯其实我老师的精神实量哈哈哈对其实我自己也感受到我记得在2016年的时候我我2016年去印度的时候那一季是我整个 这十几年当中最难受的一季因为我得了那个突然得了急性胃炎就是到了到了之后什么到印度以后对到了印度以后突然得了急性胃炎但是我不想去印度的医院也不想吃印度的药然后我又没有带任何药因为我一直是一个非常健康的人从很少生病然后严重到什么程度就是我吃什么吐什么就整个一天完全吃不下去东西只能喝点 点水然后只能喝点那些就是什么呃阿梦他没有那叫什么哦那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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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鱼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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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奶只能喝一些那些东西只要我吃东西一定会往外吐就即使是这样第二天早上整整两个月第二天早上仍然维持所有的练习我在教室里一点事都没有 但是练习完一回家就不行了 然后整个一天都要在床上躺着 所以我真的觉得就是 那个特殊的能量 跟你心中有一个 有一个信仰存在的力量 它真的不一样 我跟你说 我好像所有的人去印度都得过胃病 大家的胃都不 就是饮食上面不习惯 或者是气候不习惯 喝的水不习惯 其实大部分人 都有过不舒服的时候 好像我不能说这个话 说完之后会不会中标啊 我还没说 就是我跟你讲 我第一年刚到印度的时候 特别高兴 因为第一次见到古鲁金嘛 就是高兴 然后那个 就是我那个瑜伽那个店啊 还是买那种很高级的那种 就是那个铺金 是可以套住那个上边 你知道我不知道 因为铺金来会跑 我还带了一个很勾结 附近是可以靠 可以挂的那个 就是套的那个垫的上边 然后后边也套的垫 这样的话 铺金在垫上不用 就是不用来回跑 是固定的一个 然后呢 我正好我刚到一个星期 就练习 刚开始一个星期的时候 做穿越的时候 因为那垫的 那个铺金是固定住的嘛 我当时做穿越脚 还要擦着那个垫 我现在不用擦了 我以前刚开始学的时候 我那个脚还要擦着垫子过去 做穿越的时候 然后呢擦到那个垫子 因为那个垫子是防滑的嘛 然后呢 刮到我的小母哥了 就是脚的小母哥 然后垫子动不了 然后我就特别沉 我就坐下了 然后就不折了 啊 就是我的小母哥 天呐 肥疼 我跟你讲 那就是当时我当时特别疼 然后呢 你就是跟那个 小母哥 小母哥不折 然后那个 那天完了之后 可能我觉得老师可能看见了哈 但是他可能 但是我也没不能不能老师过来 给我做后班 然后我也不能说我那个脚疼做不了 然后反正那天坚持 就是练完之后还是坚持练完 回去就回不去了 就是一瘸一拐子 都我都走到那个 就是我们住的那地儿 后来我出来 然后他说你怎么瘸了 我说我刚才做穿越的时候 你卡卡卡 然后 后来旁边有一个诊所 就是在那个 那个咱们旁边拐上来 想上坡那个 我不知道就是 出来那个学校门口 然后有一条袋往上走 就是那个blue house旁边 那有一个小子 那个小子 我知道 他们说你上那 那有医生你上那 然后我去之后 那个说你去那药店买点药什么的 然后呢 我就去那个药店 然后我跟他说我这脚 怎么怎么着 他给我开了一个药 他开了点绷带 他给我开了一个药 一点不管用 我觉得那个药 印度的药 我跟你说 不要相信他们 我们玩那个药 我手都脱皮了 脚一点没事 手脱皮了 就脚都没有直好 后来那个 我就是绑上 你知道吗 就是当时是这个脚 是哪个脚 是左边的 你看我现在有点不直 就是左边这个脚 我刚才说 这四个都绑在一起 就每天四个绑在一块练习 就是这四个绑那块 后来好一点 就是三个 然后两个 我就是那么坚持下来的 就是我刚到 你想我刚到 我还没开始练呢 就 所以就是真的是 一见到老师 什么都鼓上了 就老师在 老师在 嗯 真的就是 就是虽然他大部分动作 不影响啊 但是确实挺便宜的 比如平衡的动作啊 就是单脚平方 对啊 无提大萨 觉得好疼啊 然后然后跳 我不敢跳 我当时就走 那肯定 然后那个 麻烦又好了 因为因为确实 平时这个也用不着 走路什么的 我就会一瘸一瘸 每天瘸 那你那个时 那你你你你 你那个阶段 膝盖有没有不舒服呀 还还好 还好 脚没法受力了哈 一直是这儿 是吧 对我觉得 而且你你如果 小脚趾这个地方疼的话 你肯定是要用这个 大脚趾球的根部 这样这样重心 微微的内旋 内清一点 然后再想啊 膝盖会不会有压力 嗯 然后两三个星期吧 自己就好了 但是我是一直绑着 最后这俩 一直绑着练 这样 然后撒 然后俩 练完呢 所以哎呀 你想想也挺逗的 我一到还没开始 我还没开始 那个还没敞开练呢 就就伤了 还没敞开练呢 就是 太意外了哈 意外什么时候都会发生 我做什么都好都过来了 对 平时这个出就是挺好的 他们当时就出的不过去 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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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就是哎 受伤还是 得需要自己调节 一个是身体上 还有就是心里边 得有调节 是的 是的 我觉得呃 单纯是身体的伤痛还好 但是很多时候 我们没有办法 把自己的伤痛紧紧放在 因为虽然它是身体层面产生的 但很多时候我们做不到 就让它停止在身体疼的一个层面 它肯定会影响你的情绪 因为你疼 因为你做不了你以前能做的 然后你的情绪就产生了 然后你的情绪产生了 你就不仅身体疼 你的心也开始疼 然后你不仅身体疼和心也疼 然后你整个人就因为这个伤痛 而进入一个 比如说瓶颈呀 低谷啊 自我怀疑呀 反正就各种都来了 对 因为这一点点疼 影响心情 对 心情不好 然后你影响看什么都不行 什么都不好 是的 是的 对 所以怎样去把身体的疼痛 怎么说呢 把身体的疼痛给我们内心带来的负面的影响降到最低 也是一个非常需要智慧的练习 对 就是心理状态特别影响练习 比身体上的疼痛还要影响练习 是的 你看你身体上的疼痛 你动作可以缓解 就是你健康的话 或是以别的什么方式 其实练习是可以继续 如果你心里边 就是特别影响 我今天早上就是 我最近不是在那个 还是练弹腿吧 你看那把他弹 本来就紧张 我一到那儿就特别紧张 整个都立起来 就是在那儿他紧张 然后我老公起来了 他可能也可能 他今天起得特别早 喝杯咖啡也马上要练习了 他在那儿晃一晃一晃一晃 然后呢可能看我那个喇叭 什么捉摊好多东西 把手机放在 然后呢可能想喝个咖啡 就换就 就是就哼起了一下 哎就这样哼起了 你怎么能哼呢 你不能哼起 你怎么能哼起 打扰我呢 你不能哼起 他说我特别紧张 他说我怎么哼起的不对 你不能 你不能啊 你就不能 你影响我 然后在那儿晃一晃 本来我就在那儿特别紧张 我就怕我掉过来 发灯关了 你怎么能关灯呢 影响我追尸体 我看不见 其实就是自己做不了 你知道 其实就是自己做不了 然后别人的随便一小点 就影响 其实周围的环境 其实没跟你 自己没关 你说人家哼你一下 爱着你什么事了 你觉得 什么我都不能哼起 明白 我觉得这是一个 就是不仅是身体层面 还有一个内心层面 成长的过程 对 对 我以前也是 以前我特别希望 就是你看我们看视频 都是那种 一个人在练 就是夫妻两个人 或者情侣两个人 一个月在练习 然后另外一个人早上起来了 然后啊还互相打招呼 就是就是特别 就感觉就是那种 就是那种爱爱 满了整个房间 你们就说啊早上好 然后这边一边练着超难 超难的体制 一边啊早上好 就是那种游刃有余 然后我练习的时候 我特别希望我先生 你要睡到我练完 一直睡到我练完 他起来 你千万不要练习了 我可能没有那种余力 跟你嗨什么早上好 那种 对 然后老跟你说话 特别烦人 就是在那溜达 其实他不说话 他有时候也不说 他就在那溜达 比如说喝杯水 然后上个洗手间 然后在那晃一 你就觉得特爱帅 人家就正常起床 也没爱着你 明白 然后对 然后对周围的东西 也是一样的 就比如说 我们为什么很多学生 在教室里面练习 刚刚开始 都会把电子 就是放在一个 周围非常空旷的地方 然后比如说 比如说一个学生来了 把电子放这 然后你至少得跟 然后你是第二个来的 然后你至少得跟 刚才那个学生 电子隔个一米五左右远 然后后来我们慢慢练习 就你看 他卖所的位置 他都是比较窄的 因为我们开始就觉得 自己在练习的时候 会不会因为一些体式 去困扰到周围的小伙伴 这个那个 然后一些更是一些平衡体式 觉得自己万一往前摔 或者是怎样了 会不会撞到别人这个那个 然后就对周围的这个空间 的需求特别大 但是随着慢慢练习 我们越来越能够通过练习去感受自己的身体的稳定性之后 身体的稳定会带来情绪和内心的稳定 当我们身体情绪和内心都稳定之后 不管你有多大的一个地方 哪怕你只能非常非常就是就是你电子有多大你就有多大个地方 你都可以完全练习你你正常的那种练习的序列 对你看那个就是我们现在那个那个沙拉稽换地方以前那个老教室的时候都没有份儿 电子挨电子都没有份儿就是挨着脸怎么挨 挨着脸 对以前那个老教室还没有换木地板 还是那种以前印度的那种carbet那种那种地毯的时候 那都不是电子挨着电子那是电子落在电子上 然后因为那也能动是吧对就是就领课的时候基本上你的垫子是80公分 嗯可能没有80公分差不多80公分宽吧还是6080 但是每一次只要上领课的时候你的垫子可能只有四五十公分 你那个手都是这样的 所以你想所以你想跟旁边的人一起练习的话那一定是以前以后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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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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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